马公发生一起游览车疑似梅拉手刹车 无人驾驶幽灵滑行的案件 尤其发生在益肇市路段 没想到在地一名男子单人撑起车头 甚至将车子往回推 加上其他民众的帮忙 最终让车辆顺利停下来 没有造成伤害 这辆缓缓前行的游览车 不是司机要开着它往那个目的地 而是车上一个人也没有 原本好好的停在餐厅的门口 却疑似司机没拉手刹车 只打了上黄灯就下车 车辆就顺着道路的坡度一路向前滑 滑过了派出所 差点就撞上了一家租车行 刚好租车行的老板弟弟经过看到 想说怎么这辆游览车 慢慢的往哥哥的店里开去 仔细一看才发现车上根本没人 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下车用肉身挡住车头 不但挡住车辆的下滑 甚至还把车辆往后推移 这名神力男性高 本身也是游览车司机 当下本来想打开车门自己驾驶车辆 发现车门打不开之后 只好用肉身抵挡 要帮帮忙吧 嗯 对啊 帮忙忙 可是要帮什么忙呢 我也不知道 就只好 就第一个时间去想说把他拦停 嗯 对 不然他 他往百次多利这个方向下去更危险 更斜坡 然后往文山路这一条方向 也是斜坡 对 就当下那个路口有一段他是平的 嗯 想说可不可以把他挡下来这样子 那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能够挡得住游览车 然后还把他往后移了一点 对啊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那个神明默默的保佑吧 当时曾下车帮忙的联系女子回忆说 当时看到一个男子撑住游览车头 发现需要帮助就下车帮忙推 其他也不是只有他帮忙 他看到至少有四个人一起建议勇为 一起帮忙推车 那位大哥真的很热心 因为我相信这是他爱朋友的方式 他就很紧张的说请大家先帮忙挡车 他有他的经验想要把车停下来 那当我帮忙在后面挡住 其实很感谢主 那个车子没有很重 然后我这样子挡一下 我就突然有个想法 我请大哥说 你先帮我看一下旁边 有没有砖划过石头 然后就找到了 其实还有另一个大姐 她也停下车来观拐情况 那最特别的是 其实走路不到10秒就有一个派出所 然后有一对旅客他们也很热心 因为看帽子就知道是旅客 他们就走过来说 他们已经跟那个警察讲 这里有车子在后退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旁边在商议的时候 我发现车子不动了 所以我就要说问他们是不是石头卡好了 他们说卡好了我就走了 那其实整个事情还原就是这样子 所以热心的群众不是只有一名女子 还有其他三位 还有那个最热心的大概总共是四位 这一辆滑动的游览车是40人座以上的大巴 动位十顿起跳 因为滑行带有动能的状况之下 才有机会让神力男撑住的车头 加上过往民众帮忙 才让一场可能更大意外被阻挡下来 记者 陈荣誉报道